今天咱们画这个 这回呢画这个 这个是 昙花 昙花 这是彩色的昙花 昙花 这是 昙花的 白苗稿 白苗稿呢 就是 可以下载 就是直接给它保存下来 把它最后拿那打印这去打进 打印完以后 回来 再用那个熟旋纸 描 把它给描下来以后 完了才开始画 我这个呢是用的 用这个白苗稿 我是用的那个卡纸 这个卡纸呢 是传统的 那那那种 这个这个 这个 呃 工笔画呢 这个工笔画属于 呃 传统画法的工笔画 呃 我用的这个卡纸呢 是买的那种 嗯 防骨 浅防骨的这个颜色的 因为这个 昙花呢 是白色的 呃 画到白的上面呢 就得轰染 就不明显 呃 这个呢 就是便于 看出来 分辨出来这个颜色 所以我就用个防骨的 这种的 卡纸 卡纸 呃 把它 我是用的 伏鞋纸 给它伏印下来 伏印到这上面 完了以后呢 再用 呃 墨 去勾 勾呢 还是我们正常的 这种勾线笔 这种勾线笔 勾这个花 呃 勾这个 这个 呃 昙花呢 这个昙花的 那个 花 是 淡末 你看我这白苗稿 倒是颜色深啊 拿白苗稿说吧 那拍不清 这个 呃 花的颜色 是用 淡末 因为是白花嘛 咱们用淡末勾 这个就是这个 用淡末勾 呃 这个叶子和这个梗呢 用中末勾 这样呢 就能分辨出来 而且染完了以后 特别好看 嗯 如果淡呢 墨也不能太淡了 就是 灰 黑 色就可以 完了就勾这个花 就这样 今天 那个 今天咱们就是 呃 兑一下墨 我 兑一下墨 好了 咱们就 开始勾 这个墨呢 就是用 呃 淡末 用淡末呢 啥意思呢 就是这个 这是浓末 浓末兑进去以后呢 咱们就兑上水 但是呢 兑这个之前呢 不要 不要是 呃 我在这块兑 兑完以后 就用这个花 这样不行 因为这边的浓末容易躺过来 它的颜色 咱们在购物的时候就不匀了 所以必须是 把这个 嗯 要 要是那个什么嘛 你要调淡末的 统统全给它一下调了 调淡它以后 那个颜色 完了就去 画就可以了 呃 要不 你要是如果是 呃 这点 这是浓的 这是淡的 就容易混到一起 一会儿 描一笔 淡的 再描一笔 它躺过来了 就是浓的 这样不好 嗯 我们就对一下颜色 调一下颜色 调一下末的颜色 调一下淡末 一定把它调匀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就可以 这边上 一晃 挂在边上的颜色 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觉得这个白盘子 特别明显看 就可以了 用这种颜色来 来专门描 那个花的花瓣 用固线笔啊 描 我这原来是 用这个铅笔 勾完了的 不是用那个 伏血纸勾了的 所以说 嗯 还有点颜色 我们在勾的时候 注意点 我们那个笔 其实平时我们 我们练习的时候 应该练习画线 然后你用勾线笔的时候 画的就好看 用勾的颜色 勾的那个笔 就那个 流畅 最好是一笔下来 别停顿 停顿了以后 这个花就不好看 好啊 谢谢观看 一笔一笔的 别着急 为了钩的线条好 就得屏住呼吸 屏住呼吸 这笔不 谢谢大家 就这么一个一个的勾办 所有的这些花瓣全是用这种笔法 用这种那个末 淡末啊 别着急 这种笔法